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讓大家來看看我這棵會變臉的蝴蝶蘭 它是一棵原生種的蝴蝶蘭 叫做康寧蝴蝶蘭 這兩朵花是在舊的花墊上逐花的 右手邊這一朵就快借了 遲就遲了些 不過沒辦法,我要等另一朵花開,一起拍 去年我有一個視頻第123集 曾經分享過這棵花 現在這兩朵花和去年的開品是一樣的 但是今年生長出來的花枝 開出來的花是這樣的 左邊這一朵是先開的 我就看到它,咦?為什麼這麼怪? 為什麼?看上去不一樣的 原來它是沒有它的唇反 即是沒有條舌頭 和下面那兩個惡反 就二合一變成一塊 有時都會偶然之間有一朵怪胎 我就一直在這裡等旁邊這一朵 今天它終於開了 雖然未完全打開 但是已經可以看清楚它的樣子 和它是一樣的 又是沒有條舌頭 那個蕊柱頭看上去還怪怪的 下面那兩個惡片又是變成一塊大的惡片 五反的花就變成只有四反了 那它的香味有沒有變? 我聞了一下 又不覺得它有什麼不同 即是沒什麼影響了 同一盆花,兩條花枝 開出不同樣的花 同一棵花,有兩種不同的開品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如果說是和養護的環境有關 那它什麼養護環境都一樣 因為是同一棵花 無論是水份、光照、肥料 什麼都一樣 溫度有時不同也會有影響 但是它現在是同時開放 即是溫度也一樣 它真的會變魔術嗎? 一開始在我朋友開出的 是這樣的帶中藥味的大紅花 朋友不喜歡將它送給我 幾個月後 它在原來的花墊上的復花 就開出這樣的花 我一直問我朋友有沒有後悔 所以我朋友就把他的名字改成後悔 後來他又買多了一盤後悔 所以開出來的花和我的開品又差不多 那我就想這應該就是正常的、穩定的開品 最早在朋友家開出的帶中藥味的大紅花 我想應該是因為初花 或者它的養護環境不一樣造成的 但是現在同一棵花 同時開放 開出兩個完全不同樣的花款 我覺得真是出奇了 這麼巧,早幾天在面書上 看到有一個蘭牆主分享他這棵花 開出來的樣子和我的棵完全不同 這樣看起來 康寧蝴蝶這棵花就好像一個盲盒 每一棵開出來都可能不一樣 就算同一棵花開出來都可能有驚喜 好像魔術師變魔術那樣 有可能變出不同的樣子 下一次它可能開出是 這樣?還是這樣呢? 在這條花枝上再繼續開花的話 是會保持這樣的樣子呢? 還是繼續變臉,變成另一個樣子呢? 有了它,就好像有了一種新的期盼 很想知道它下一次開出會是什麼樣子 今次開出的這兩個款我都喜歡 最主要它是蠟質花 這樣的質地我比較喜歡 還有就是它的顏色和它的花紋圖案 都是我很喜歡的 還有一樣就是可以同時欣賞兩種不同的花 真的覺得很過癮 所以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 不知道你有沒有養過這棵花呢? 它開出來的花樣和我這棵是否一樣呢? 還是它還可以變出不同的花樣呢?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和大家分享下這棵花 如果你沒有養過的 看完我的視頻 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養一棵呢?